當然我們這些關心的 在屏東地區的Delta病毒 最緊張的包含屏東 往右走到臺東 往左可以到高雄跟臺南 所以臺南跟高雄 現在也要針對可能的擴散 去做一個防堵的動作 那麼在臺南的部分 原本佳齡維持十一天 不過我們今天必須要看到 一口氣新增了八例的確診 這是屬於家庭群聚 根據調查疑似同住者 在六月十號的時候 到過了彰化的熱區 衛生局強烈的懷疑 他就是感染源 那麼高雄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 面對的是來勢洶洶的 印度Delta變異株 臺南高雄都硬起來 要求市民主動預約篩檢 高雄的部分 啟動方山專案來全面防堵 避免病毒阻清高雄 所有的這八位確診者 都是家族的成員 臺南連十一天加零破功 一口氣增加八名確診個案 指標個案案14683是外祖父 日前出現症狀 同住二女兒案14716 好幾度陪同就醫也遭到感染 這一船不得了 家族多人染病 而針對大家關心的 鄰近縣市屏東 遭到印度Delta變異株入侵 台南也硬起來 另外禮屏東更近的高雄 也全力防堵變種病毒入侵 市長陳其邁還強調要求 本地做屏東後盾 醫療量能統統奏定位 隨時都能支援 我們的檢驗量能 大概一天最快 以目前為止 大概一天可以做到五千個PCR 我們都在全力的準備 但是因為屏東縣政府 現在動作也非常的快速 我們有一千一百九十二房 的專責病房 所以在醫療的量能 我們是可以來全力的來提供 印度Delta變異株來勢鬆鬆 病毒威力不容少去 現在交通便利 全台幾乎是一日生活圈 每個地區都繃緊神經 不敢掉以輕心 華視新聞台南高雄綜合報導